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礼拜是两个八个十号 先来听一下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 桃圆市中立区中珍市场 越南法国面包以340人食物中毒 减出沙门市感菌以及轮状病毒 医师提醒食物就算彻底加热 也应该要注意保存温度 最好两小时内吃完 否则因冷藏 以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 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 鼓励原住民族使用族语创作音乐 今年有30案专辑制作获得经费 其中有28案使用族语比率超过50% 每案补助金额上限可再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就要说出口 这条歌 今天让我看冰雪奇缘 就会看到安娜还有汉丝王子 在里面唱这条歌 非常罗门体克的歌曲 来听这条歌看看 这条歌是陈冠茜 搜案请问 你若是爱我 请你说出口 来听听这两条歌 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来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就会走 你就看不到我 你若是爱我 请你一定要说出口 窗外的雾和小村的绿 模糊得像是一场梦 说这样 缺乏放晴的天 是失忆的忍受和享受 她说既然 已经早就习惯 有什么好埋怨好啰嗦 顾好自己的温饱之外 还能改变些什么 走在路上抬头看看 夏夜里还是温亮的天空 T-Time用完那晚餐之后 她叫她巴黎喝个酒 边说边笑边说边胡闹 彼此嘲讽事业的苦恼 睡点以后 酒吧关门 为之请大家回家睡觉 这陪晨的天气 又是风又是雨 我不知道 太阳在哪里 这陪晨的天气 是否像你 总是真问题 撞摸不定 叫人泪付出一点痛心 你若是爱 我请你说出口 如果太迟 我就会走 你就看不到我 你若是爱 我请你 一定要说出口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请不吝点赞 这陪晨的苦恼 MING PAO TORONTO 这归晨的天气 又是风又是雨 我不知道太阳在哪里 这归晨的天气 是否像你 总是着地中和不定 照人无不出一片头戏 你若是爱我请你 说出口我太迟 我就会走你就看不到我 你若是爱我请你 一定要说出口 你若是爱我请你 说出口我太迟 我就会走你就看不到我 你若是爱我请你 一定要说出口 想你的夜 想你温柔的夜 想你的夜 想你我 baby 想你的夜 想你温柔的夜 想你的夜 想你喔 寶貝 想你的夜 想你溫柔的夜 想你的夜 欸 四季大公 最近生理什麼樣 造車喔 要再趕有吃了啦 欸 頭前有車喔 我們等一下喔 喔 沒關係 不過喔 路口真的要注意耶 對啊 蓋在這裡教室喔 經過路口的時候 一定要減速女性人身驚才不會受到發動 也不會因為撞到女性人來祝賀一四人 沒錯 經過路口不要著急 女性人身過小發鬼 喔 孝佳你來行的喔 他想說過有情人的提供 我跟他8山建型 不然能夠斷連鐵靈 可以實際台灣美麗的山縄 各位報提示 將我們到處找到 建設一個酒吧 訂作轉過第三點 有這麼多種的算上活動喔 還有三山建型 上團活動去囉 都有機會在到全世界好樂 無論是朋友 自生 或是情主 都可以作揮作對八山 趕緊一萬 超出七八十二年 全國第三日 下六活動 以上功格 到有無提供 嘿 大聲一點 你可以再大聲一點 你可以再大聲一點 日夜的傳承就是在這裡 東京的音樂全都在這裡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好聽的電台 趕快要轉好大聲 大家一起聽 飛鴨電台 專業的飛鴨消息 讓我們飛鴨了解海上的動態 適用的生活主信 讓家庭主婦變成料理生活的歌手 清晰的主持 美妙的選擇 讓一支倒菜又倒煮 海上最專業的電台 AM738 AM113 飛鴨公布電台 哈囉 歡迎來到的暗示寶寶 我是主持人 阿秋 哈囉 今天星期 要來講到的是 社會關懷 這是今天的主題 今天要來關懷什麼呢 因為這個風胎 接二連三來侵擾台灣 所以阿秋 有大家關心到的是 那是受到風胎的調料 變成社會富的人 要怎麼來改革 要怎麼來幫助 颱風受災呼啊 嗯 來 看看一看啊 颱風接力賽 從杜蘇瑞到卡農 下一個不知道輪到誰接棒啊 受到輕柔的人民紛紛叫苦 萬一真的像三隻小豬那樣子 風都被大野狼吹走了的話 應該要如何救援呢 台灣位於雅熱帶地區 處於颱風經常造訪以及影響的地區 從有紀錄以來都可以看到 颱風的蹤影尤其是夏季七八九月 是颱風的耗發期 常常帶來大風大雨 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危險以及損失 以破壞了交通建築以及其他建設 甚至呢 這個路邊的樹木啊 那百年的大樹呢 都被吹垮了 你看這真的是 就要求這嚴重的啦 那要怎麼在颱風過境後呢 進行搶修搶救以及穩定人民的生活呢 漸漸的也成為了政府的重要工作與探討的議題 對台灣政府來說 如果颱風災害是常常發生的 那麼呢 對於颱風災害的救濟就必須有其步驟 從第一時間的搶救到後續的安置 複救 政府在經過多次重大的颱風災害之後 逐步制定相關的救濟辦法 對政府而言 複救是災害救濟以及重建的努力方向 達到迅速恢復災前的情況 以及安定災民的目的 慶祝農民的運動 陳迅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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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迅速恢復後很有卡鋒嘛 陳迅速恢復時呢 有很多農民的農作部都團出財政了 因為陳迅速恢復 由台南 幾人沙倫之間 帶來很多荷物的 當地 當地 采修的小玉西瓜 我娘的每一条都严重泡水去 后来的这个天气 又乡乡专做好天 在台湾的和乡乡 打下去之后 作成裂国 裂国 各位条长朋友应该知道吧 这裂国的意思就是代表说 这西瓜的乡乡 就像干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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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水沟 裂国 当地的农民 石森财先生呢 他就表示 这一期的心血 几乎泡汤了 实在是损失惨重啊 没办法 这个天灾的货啊 没办法啦 所以事先的预防 也是蛮重要的 等一下阿秋会 跟大家介绍 这个事先的预防 应该要怎么做 市政府针对杜苏瑞台风 造成损害的初步 汇报 西瓜大约有20.35公顷 仅占3% 集中在归人 南区 但有农民认为 受灾面积不止如此 情况比预期严重 希望官员能够再深入勘察 65岁的农民 石森财 在仁德当地 是知名的西瓜大王 位于台唐的 北沙伦农地21区 面积约9公顷 5月下旬开始栽种 石森财表示 这批小玉 从7月下旬 开始进入产季 杜苏瑞台风来袭以前 担心受灾 他赶紧到瓜园巡视 熟度够的就先行抢收了 但是只踩了不到三成 石森财提到 台风带来豪雨 过境后 烈日当空 温差极大 让瓜果外皮变得很脆弱 一碰就裂开 有的甚至会自己爆开 尚未收成的等于泡汤 北沙伦农场21区 县址是石森财 首都向台唐成租 全部栽种小玉西瓜 但采收期 遭到台风来袭 出事不利 它的损失超过200万元 另外 有一位黄姓农民指出 他栽种的西瓜 是没有裂开的 不过因为大雨泡水 所含的糖分会降低 就是俗称的退甜 退甜 另外 果肉还会变得有一股味道 让消费者无法接受 所以难以采收上市 如果这个时刻 之前有很保险 有保这个 西瓜险 说有西瓜险 如果是有提出这个保险 真的要保一下 如果没有 突然有这种 从来的天灾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处理得好 希望这些农民也可以获得 应有的赔偿 或是一些安慰 要不然真的是 顺势惨重 有啦有啦 查到 有西瓜险这个东西 西瓜保险 我还不过今年 是未到六月三十何年了 所以说 如果保险公司 有提出什么 保险 水果的保险 农産品的保险 农作物的保险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使用农业知识入口网 去做查顺一下 有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的东西 大家要去把这个机会 去做心情 好啦 我们先报告到这里 先来休闻一下 为大家的保险 就是好听的官媳 哥哥 也是朋友点播的 朱毕石的官媳 就是女版罗志祥 也就是 罗志祥姨妹妹 都在自己的 这朱毕石在自己办的 这男版女装 朱毕石 所有人想的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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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撤回来 陈胜 这真的是 不知道是在流行什么的 年轻人这么爱吗 哈喽 我回来咯 哈喽 WhatsApp 느回来 tw 수가 re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朱碧石 我们来说英文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O R P Q R S D U F A B C D E W X Y N G Come on What about you? I think so Ni come on Ni come on Ni come on A B C D E A B C D E What's up man? What's up girl? What's up man? Ni come on What's up man? What's up girl? Oh yeah ischer to be. And who else can, and who knows me anymore? No You come 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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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 很累 咦 开冷气 冷气是很大的妖怪 但是只要简单清洗保用 就能清洗哦 我知道 露宝每两个月至三个月 就要清洗一次 可以清十倍冷气用电 还可以让晓来空气清新 爱意 冷气露宝要用可能的清洗洗 冷气才能凉再清洗 今年夏天新典 从洗流盟开始哦 医生丹湾是今节目任何局功夫 医生啊 较快点啦 快叫我老师啦 医生 我疼苦 我是不是时间没做啊 稍等耶稍等耶 弟弟啊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嘴巴头龙 想要脱脱 眼睛看不上眼 在要分头啊 听你这样说 而且为你黑色色 黄色的皮肤来看 这一定就是 热衰竭 什么热衰竭 没错 热衰竭就是热伤害的一种 如果要预防热衰竭还是热伤害 一定要补充水分跟电解值 穿着宽松而且通风的浅色衣物 如果发生热伤害或热衰竭 处理方法就是将患者移到阴凉的地方 降温补充水分 而且快来看医生哦 没错就是来看我 好 看什么 好 这位 哦 我不用吃油了哦 医生就叫你去够薄水和电解值 快去旁边凉凉凉凉凉了啦 白开水哦 你家把母汤灌倒杯啊哦 嗨 欢迎来到晚室宝宝 我是主持人阿秋 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社会关怀 主持关怀的主题是 热衰叻 如果是吹过来的味道 有可能会团出责情啦 我们继续关心到 如果是吹到热衰 都不应该要先怎么做 在这里有点对到 卡路热衰可能 大来的灾害的顺息 都要保护肉 各位荣耐民朋友 要提早 采取到以下的方法措施 减少损失 我们来看第一项 蔬菜生产方面 蔬子啦 是说野菜类顶顶的素材 容易受到 方法的破坏啊 所以呢 如果是嘟到收获期 就应该要两三菜收 以监少损失啦 那是说 比如说橄榄菜啦 结球白菜 这样顶顶的素材啦 马西亚农民团体协作 農民 精加菜收的 这个蔬菜 构主入库两层 要把它翻起来啦 以备于灾后 释出调节市场需求 适逢生育期的 瓜果类蔬菜呢 应该要及时培土 加强支条固定 或者是用覆盖资材保护 以防蜘蛛受风摇动 或这倒幅啊 采用设施栽培者 应该要巡视生产设施 注意起结构安全 如果有破损 应该要及早维修 此外呢 也特别呼吁农油 仍需要遵守施药后 安全采收期规定 以确保农作物安全 并在雨后注意清源 排除积水 同时加强病虫害防治 以及肥培管理措施 确保农作物产量 以及品质 这落大后了 就要保护了 这东西就要排气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二水果生散的方便 如果有水果的话 果树啊 应该要强化支柱 以及排水设施 以借采收期的水果 必要时应尽快采收 并妥善主藏 再配合市场需求 秩序供货 正值果实发育期的水果 应该要加强果圆排水 以及植株 枝干架设支柱等等的措施 以防止落果 或是枝条断裂的现象 灾后啊 也应该要注意田间 清除工作 排除积水啊 加强中根培土 捕湿肥料 以及防范病虫害发生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会先来看 農業方便了 养殖业者应该要加强 温提的修补 维护 与排水路的疏通 检视备用发电机 能否启动 并添足用油 加强巡视水闸门 保持操作正常 低蛙地区应该要 盛防淹水 还有海水倒灌 海上相往 养殖业者应该要检修 框架 浮球 网片 妥为固定缆绳 定制网页者 应该要加强网剧 船舶等等安全 停泊渔船 加强 气缆 那是死人啊 海面上作业船只 应该要留意收听 最新气象资讯 同时与各地区 渔业电台 保持密切联系 就是咔咔咔咔咔 密切通地 但是水土保持方面 也请有关单位 持续注意台风动态 监测各地区降雨 适时发布 土石流 红黄色警戒 严防山崩 土石流 以及地层滑洞 等等灾害 预先准备灾害 防救应变措施 如果有实施 紧急水土保持处理的需要 可以欠农村发展 以及水土保持署的协助 好 第五点 农田水利方面 请农田水利署各管理处 加强防训准备工作 确保设施运作正常 并加强清淤检查作业 掌握闸门的世界开关时机 还有在台风期间 排红顺畅 以降低淹水 以及灾害发生风险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农业部也呼吁农渔民 随时注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并以指示 渔月广播电台 以及渔月通讯电台 加强广播 呼吁海上作业渔船 密切注意天气动态 做好防范准备 好了 那么时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 让我跟大家保证清楚 大家就知道 要先怎么做 好 那么最后 说到西瓜来 报一首种西瓜 爱人种西瓜 正西瓜瓜 给来自郭大臣 先行送人手 来就做回来分享哦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爱人种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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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吃西瓜一分 不用走去窃帕人 爱人种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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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哪越地越安 吃着包人心情散 爱人种西瓜 爱的味道 爱人种西瓜 爱人种西瓜 爱人 komma 拇ps 爱人 B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